啊 笑点 山西西安挖出九岁小女孩墓 打开十字棺棺棺以后 棺棺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 开棺即死 这把所有专家吓得腿软 当场贪软在了地上 很显然这是对后人的诅咒 谁敢打开棺材 那谁就得死 看到这四个大字 考古专家还敢打开棺材吗 这区区的诅咒自然是阻挡不了 专家要打开棺材的决心 随着发掘的深入进行 墓中相继出土了一百多件奇珍异宝 其中这件华丽的国宝级金项链 更是让在场的专家大喊 这条项链是中国考古历史上 发现最豪华的一条项链 这不是发财的吗 随便拿出一件绿色的玻璃瓶 都能被称为极品 经过专家的鉴定 这件玻璃瓶来自一千多年的隋朝 那么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 为何小小年纪能够拥有 如此豪华的陪葬品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记带你揭开陕西石棺之谜 1957年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个建筑工地上 工人们像往常一样正在赶工程 突然挖掘机挖到了几块 像砖头一样的东西 由于挖掘机挖不动了 司机师傅便下来查看原油 一看是几块石板 但是在现代没有这样的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工人往下挖了几下 呈现在眼前的是更多的石板 随后他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马上跟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 15分钟不到 一只考古队火速赶到了现场 专家打眼一看 这哪是什么石板 分明就是一具石棺 看来这下面还真有一座古代墓葬 经过考古队员的初步勘探 整个墓室规模并不是很大 为长方形竖井坑 而且墓葬也十分简陋 这让考古队员有些失望 推测这座古墓中埋葬的并不是什么大人物 然而当专家对石棺进行清理时 一名专家在上面隐隐约约看到了几个大字 当他凑近仔细查看以后 却当场被吓得大喊了起来 瞬间被吓出一身冷汗 只见这具石棺的盖板上赫然刻着四个大字 开者即死 而且上面还隐约能看到发干的血迹 很明显 这是墓主人对开关者的一种诅咒 虽然猛的一看让专家心里多少有点发出 但是这具石棺还是要打开的 然而当专家打开棺果以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棺内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一个用石头雕刻而成的小宫殿显现了出来 此时专家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经过专家对宫殿进行研究与观察发现 这是一口使用石头雕刻成宫殿模样的实质棺材 石棺的平面呈长方形 长1.92米 宽不到1米 高1.22米 这具石棺非常精致 整个宫殿被雕刻得栩栩如生 细看之下门板门框门额门槛一应俱全 甚至在美善精致的石门上 还有排列整齐的门钉 活脱脱就像一个被缩小的小宫殿 在这座宫殿的大门的两侧 还刻着两名身材轻瘦姿态万方的侍女 右边侍女的手中捧着一件长条形状物品 左边侍女则是将脸略为偏向一侧 手里握着下垂的裙带 看起来十分的逼真 这也令在场的专家不由惊叹 古代的工匠真是巧徒天工 这样的石棺就算是使用现代工艺 至少也得半年才能完成 更别说古代工匠纯手工打造了 说这具棺果价值千斤都不为过 只是一个棺材都如此豪华 棺材内部都有什么宝贝呢 陕西西安挖出一具诡异的隋朝石棺 在石棺的盖板上清晰的刻着四个大字 开者即死 并且上面隐约还能看到发干的血迹 专家看后也是被吓得冷汗直冒 那么牧主人到底有何居心 然而更让专家感到毛骨悚然的还在后面 当考古队员将石棺彻底打开的那一刹那 就连考古几十年的专家都震惊的喊道 这是我考古生涯首次看到 只见在棺果之中 躺着一具十分小巧的尸骨 全身被密密麻麻的西式珍宝包围 经过清理居然有130多件 每一件都是无比的珍宝 这也让考古专家兴奋的喊道 这不是发财了吗 首先清理出来的是一项金光耀眼的皇冠 这顶金关上相有几百朵金银制作而成的花朵 在花蕊上镶嵌着眼睛大小的珍珠 而最为精彩的是金关的顶部 只见一只张开翅膀做飞行状的蝴蝶 栩栩如生 蝴蝶的翅膀是用粗细不同的金丝编织而成 制作难度可想而知 蝴蝶的躯体呈圆柱中空状 由金丝制成 上面还坠有珍珠 整只蝴蝶造型精美 形态细腻生动 甚至一阵风吹过以后 这只蝴蝶还会隐隐颤动 若隐若现就像一只真的蝴蝶 置身在花丛之中 可谓是巧夺天宫之作 本来考古专家认为 这应该是光果中最珍贵的陪葬品了 然而一条项链的出土 却让在场的专家们纷纷瞪大了眼睛 就连有着几十年考古经验的专家都惊呼奢侈 这条项链整体由金子制作而成 在20颗金珠上还镶嵌着几百颗华丽的珍珠 并且还有各种颜色的宝石点缀 而项链的吊坠也是十分奢华 由一颗鸽子蛋大小的鸡血石 青金石和蓝宝石组成 整条项链金光闪闪散发着夺目的光彩 除了精美的珠宝和华丽的精气 这只镶着金边的玉制茶杯也堪称是精品 小小的玉杯只有4.1厘米高 用上好的和田玉雕着而成 通体光洁白皙 看上去温润柔和 质感细腻 玉杯的口言处相有一千金边 显得古朴而质雅 金玉互为衬托 在典雅温润中又参透着富丽华贵之气 其他的小物件更是数不胜数 可以说每一件都是西式珍宝 其中很多文物都带着隋朝时期的西域风格 由此专家推断 这些文物应该是当时西域国家进贡的宝贝 而这些宝贝却出现在了一个小女孩的棺果中 由此也能看出来 这个小牧主身份十分高贵 为了揭开这些谜团 考古队员继续对牧葬进行清理 就在这时 一方牧志明的出土 揭开了牧主人的身份之谜 陕西西安施工意外挖出隋朝九岁小女孩墓 专家惊呼 这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圣人的一次发觉 牧主人的棺果上 刻有开者祭祀四个大字 并且隐约还能看到发干的血迹 棺果内出土了130多件国宝级文物 然而更让专家感到震惊的是 他们还在墓中发现了许多西域贡品 那么这位年纪小小的牧主究竟是谁 随着牧志明被清理出土 专家也终于揭开了这位小牧主人的身份之谜 在牧志明上 关于牧主人的身份是这样写的 女郎惠敬逊 自小孩 龙溪成继人 大业四年六月一日 预及终于焚园之功 十年九岁 原来牧主人是一个名叫李敬逊的女孩 死于隋朝的大业四年 也就是公元608年 年仅九岁 看到此处 人们都有一个疑惑 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居然可以享有如此豪华的后葬 她到底是谁呢 经过翻阅大量史料 专家发现 这个李敬逊 居然是杨丽华的外孙女 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杨丽华这个名字 但是要是提起隋文帝杨坚 大家都不陌生 而这个杨丽华 正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 是隋朝的乐平公主 李敬逊生前十分聪慧 长得也非常可爱 这也让杨丽华对李敬逊疼爱至极 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被杨丽华寄到宫中居住 就连隋文帝和隋阳帝 都十分喜爱这个小姑娘 但是命运却不给李敬逊机会 在她百般受宠 成长到九岁时 也就是公元608年 这年夏天 乐平公主杨丽华 打点好行装 带上外孙女李敬逊 和她喜欢的衣服和玩具 和隋阳帝一起 前往位于陕西的坟园宫避暑 那一年夏天和以往并不一样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远离都城千里之外的坟园宫 竟然会成为李敬逊短暂人生的最后一战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夺走了李敬逊的生命 一个九岁的女孩 就这样早早离开了人世 这让杨丽华悲痛万分 而且按照当时隋朝礼制 夭折的小孩是不能进行厚葬的 但是杨丽华和隋阳帝 都非常疼爱这个外孙女 怕她在地下受苦 于是按照比蒂 命令工匠制作了一座小型宫殿 作为李敬逊的棺果 还将她生前所喜欢的东西 全部放进了棺果之中 最后又怕这些宝贝引来盗墓贼 于是就让工匠在棺材板上 刻下了开折祭死四个大字 希望可以吓走那些 想要打开棺果的人 但是最后还是被考古专家 发现并打开了 对此你们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击点赞 给小季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